我做运动员 特别是在上海队的时候 没有拿过冠军 唯独只能选择教练 你才能继续你的梦想 既然自己在排球上面 花了二十多年 然后我更加愿意说 把我学到东西 给更有希望拿冠军的小朋友们吧 区域场上是写的 走下领奖台 一切从领开始 我就觉得我现在应该是 从领开始 走上领奖台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觉得 抽到日本特别开心 是因为那个周期 我们没有输给过日本 我们在准备上面吧 困难准备也好 各方准备就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充分 特别是比分接近的时候 就感觉压力很大的 你就一下子跟你想的不一样 你就一下子就准备就没有那么充分 那场比赛我们是一点钟打的 早上很早就出发了 就是一直到我尿捡完 英国又是下班高峰 哇塞这个 等到我再回到奥运村已经晚上七点多了 七八点了 然后大包小包 我说先回房间 你知道 门一开 就看到客厅里面全是那个麦当劳 就像奥运村有24小时麦当劳嘛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去吃饭 然后全是麦当劳 都没有人动的 然后我回来了 回来之后 就看到所有人这个眼睛就是哭成这样子的 然后他们看我回来 他们说 我说 你有什么没关系的 发泄出来 我就不说话一招 然后 大梅说 大梅说 你过来一下 然后就 有客房嘛 就是有那个几十几 然后她说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 来吧 我肩膀给你 发泄出来 然后其实我心里也是觉得 你哭也没用呀 那你再干呀 把打回来呀 根本就不那个嘛 他们不服嘛 除非我不想站在赛上 但是没有 我特别想站 我特别想一直打下去 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单脚被飞吧 那怎么会有单脚被飞吗 就是源于我之前打复攻的 那我在前排时候 我的游动范围比较大 单脚嘛 单脚就像复攻 我是从里面往外跑的 那传统的竞功 它是从外面往里面跑的 就是苏鹏大快捷 就是以这个打法 然后也是取得了奥运会冠军嘛 因为我之前打复攻的 其实不用没有接一船能力的 因为你的机体随着年纪增长 你就往下走了 我如果想要在国家队有一席之位的话 我就必须要有接一船这个能力 那我就可以解放主攻线 所以那个时候 在一船上面是下了很多功夫吧 要做到没有人可以替代 要有绝对的核心竞争力 我这个人呢 就是比较后知后觉 其实我真的不觉得 我不会再进国家队 最终就是每年联赛打完 我就特别在意这个 国家队不公平单 然后基本上就再也没看到自己名字 就是内心嘛 就是还是 特别也特别想说 能够穿上战胞 再打日本 再打掉吧 就这种感觉吧 对啊 我不怕付出多少 我就再来了 对不对 就是那么辛苦 那么辛苦 那么再来呀 再去想多了 2012年轮断 就是备战轮断议会 他就是意外的不是受伤吗 两个半月左右时间 我们就要出征了 轮断议会 他那时候就崴脚了 崴脚然后要手术 大梅对于我们整个队伍来说 他就是一个进攻的核心 所有人也很依靠他的 其实 但是当他看到 他瞬间就倒在地板上 就是抱着他的腿的时候 就抱着他的脚换 我们都很怕很怕 就怕他参加不了 其实 然后就第一时间 他就做手术干嘛 然后一个半月左右 一天下午 在北轮那个时候 我们就跟往常一样的 就是下那个到场地 然后就看到球馆灯开着 那现在有人在打 你知道吗 在防守在打 就跑进去看 就看到一个教练 在打一个队员 然后队员全场在 那个飞奔救球滚翻 你知道吗 然后谁啊 一看大美 你无法想象 做完手术 45天 他就在场地上 就是跟正常人一样 就飞奔救球滚翻 这个时候所有人 冲上去抱着他 真的是 当我们看到他站在场地上 他脚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他真的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他必须这个时候就要恢复 因为马上就要出征了 我们抱着他 所有人也很开心 很感动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力量太大了 就包括我那个时候 是因为抽筋 每一次抽完 其实肌肉全部拉伤 但是还必须得干 你必须上去打 不用想了 这个事情我就觉得 你这个时候 你行不行 不行也得行 你这个时候 没有什么说 你行不行 行不行 不会 没有人问你行不行 就帮你踩两脚 上去吧 其实现在小朋友我跟你说 很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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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某一天训练 真是事情 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上量周期 已经上到第三周的打量 身上开始反应出来了 有些伤病 体能完之后有一个跑步 他们很怕跑田径场的小朋友 很怕很怕的 刚走到田径场 就有 还是有一个小朋友 张志导我这个膝盖不太行 今天就很痛的 昨天那个大夫跟我说 尽量不要 说了一大堆 我说我知道 你去吧 走的 活动一会儿 活动一会儿 又来了两三个小朋友 张志导我刚吐了 真吐了 练吐了 跑快中我吐了 我还不是很心 我说知道了 好了 就前前后后 基本上所有人都有上来 就这小朋友就看你那个 他也来 都来 然后活动好 我说你们活动好了吗 他说 嗯 好了 他脸全拉在那边 就是很可怜的你知道 就那个感觉 然后跑过去 我就跟他们说 今天啊 你觉得 我虽然我身上有点伤病 我觉得在我能力方面 我愿意去完成 张志导今天训练计划 你就不要举手 然后就没有一个人举手 就这样的 我说 请你们所有人鼓掌 然后他们就排球 我说这个掌声送给你们自己 做运动员时 就是接触排球和转型 做教练之后 接触的排球 是两个概念 以前做运动员就感觉 教练嘛 不难道 后来就发现不对的 绝对是两个不同领域 然后教练要付出太多了 要去了解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性格 你说的话 他首先他要认同 他认同他才能相信你 我的责任吧 就是教运动员怎么更好的去理解排球 我要怎么更好的去提高自己的专项技术能力吧 我没有什么所谓管理方式 其实就是进了排球馆 我要求很高 很严 我不会去很在乎你的实力怎么样 你的训练态度 你的训练作风 我只看这两点 你只要有张嘴 你就可以做到 到场地我特别兴奋 我特别动员自己 我特别有激情 我看这个球要掉进 我是拼进拳戏咒他 这是作风 我不会防守 我摔出去会吧 我抢这个球 摸这个球 你说要做得认真 从小事情开始就要做得认真 准备活动 我没进退摸线他们 他不会摸摸 或者根本就没跑到线 我做个动作 没有摸到 他就给我回去 其实我做运动员 还特别是在上海队的时候 没有拿过冠军 既然自己已经在排球上面 花了二十多年 然后我更加愿意说 把我学到的东西给他 更有希望拿冠军的小朋友们吧 我要求运动员做的事情 我首先我先要做好 包括比赛时候 我觉得我就是场上第七个人 只不过不出球 比分落后的时候 这个时候队员 即使很依赖教练 告诉他怎么能够得分 我就是要在这个时候 给他们拿分概率 最高的一个方式方法吧 大家都第一次 然后我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吧 就是也是在一起训练 虽然我是教练他们是队员 但是大家做的事情其实是一样的 我也是在不断地学习和成长 他们也在学习 然后最后能够一起拿下冠军 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的吧 Kishy就是我那个微信的名字 Kishy 然后它意思是让全世界快乐的意思 然后那个武能 就是无你所能 把你最擅长的事情坚持下去 做到极致 就是成功 好多好多人都说 你太适合做教练了 我也不知道我拿哪一点 特别适合做教练 我也觉得很奇怪的 其实在排球这个二十几年 我觉得我还是有责任 虽然不是你运动员一个身份 去把这个责任担当下去吧 还是有这个机会 站上最高领阳台这种 唯独只能选择教练 你才能继续你的动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